好,我們現在來做一下題目 25度C的時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一個,選項A,純水是中性的 但中性的不一定是純水 氯化鈉水溶液也是中性的 所以呢,A是錯的 水會自然解離,所以任何水溶液 不管它是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都會同時有氫離子或者氫氧根 只是誰比較多或誰比較少的問題 所以B也是錯的 選項C,中性容易的時候 氫離子的墨濃度等於氫氧根離子的墨濃度 酸性裡面氫離子墨濃度多 碱性裡面氫氧根墨濃度多 所以呢,我們選項C是錯的 選項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OK,這就是立題吧 有問題嗎?沒有 沒問題就換你們 請問你 PH值的迅速何者是錯誤的? 有關於PH值的迅速何者是錯誤的? 好,停車戰界問 這個 這個沒有東西啊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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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答案 多少 上還是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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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性溶液 PH值等於7 你就要了解 PH值小於7代表什麼性? 酸性 酸性 PH值小於7是酸性的 所以你看在溶液裡面誰是酸的? 安我們前面教過的是什麼性? 碱性 酸 酸 酸性 所以PH值小於7 所以我們答案選B OK嗎? OK 那麼 換各位 請問你 下列何者一定大於7 也是一樣 你要了解它是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然後 就可以判斷出來了 No.5 P05 P05 答案是多 你的答案 多 你答案選出 請坐下 答案 PH值大於7就代表它是鹼性 天然的雨水 就是有二氧化它的溶液水有碳酸 可樂、碳酸、飲料都是酸性 番茄汁裡面有一些果酸什麼之類的 算是酸性的 小蔬菜又碳酸輕鈉 水溶液是弱鹼 這後面會正式焦 所以呢它鹼性 所以我們答案選出 所以呢這題答案是豬 OK嗎? OK 下一題 請你排大小 排次序 排次序 請問你誰 先說這是一種喜歡考的問題之一 有人條件給指示劑變色 有人條件給氫離子濃度或氫氧跟濃度 有人條件給PH值 然後請你排大小 排什麼大小 排一種大小叫做PH值大小 還有大小叫做氫離子濃度大小 這一題是請你排氫離子濃度大小 好大家有秩序 請問你 是哪一個勒 請哪一個勒 25號 這是我 等一下 25號 25號是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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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屁啊 至少不是慶華 答案 是豬 你答案選豬 我選豬 豬啊 豬啊 洗離子的濃度大小是酸性大於中性大於鹼性 好 甲杯不是電解質 酒精 不會解釋叫你背過了 所以它是中性的 那加水會產生氫氣跟氫氧化鈉 所以什麼性 鹼性 鹼性 二氧化油融於燃燒 二氧化油融於水叫做 瘤 瘤燃燒是二氧化油 二氧化油叫做亞瘤酸 所以什麼性 酸性 所以呢 酸性大於中性大於鹼性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答案選豬 所以呢 這題答案是豬 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題的題目很多 有人給指示器變色 有人給氫離子濃度 有人給PH值 然後呢 給不同的條件 請你排大小 有人排氫離子濃度大小 有人排PH值大小 這種東西你要會判斷 要知道怎麼做 OK嗎 OK